歌手哈琳从2009年离婚至今已经6年,始终没有对象,最近她被拍到和民事女主播张嘉欣外出举止亲密,并密窝爱潮一夜,看得出关系已经升华到下一个阶段。 据台湾媒体报道,现年54岁的哈琳22日下午录完中国好声音返台,一到住处就在家和工作室来来回回好几趟,手上拎着大包小包回家,直到晚间9点半,她独自驾车出门,在民事大楼前停下来,一名短发女子冲进车内,直到二人开车回到工作室,一出车门女生的脸蛋才曝光,竟是40岁的民事英语主播张嘉欣,接着哈琳走在前方,刻意和张嘉欣装不熟, 走在前方东看看西看看,二人先后走入工作室,一同度过漫漫长夜,直到隔天中午11点才一起出门。 小两口的衣服没换,气氛和昨晚完全不同,在走往车子的路上微微肩并肩,女方低头露出娇羞甜笑,最后她亲自开车载对方回家。 事实上,哈琳2014年因心病住院开刀,当时前妻易能静就在微博爆料,我们彼此都有在意的对象,之后文章就被删除。 但口风很紧的她,7月上SS小燕之夜节目时否认有女友,还公开自定交友年限直到55岁,喜欢的对象条件简单,年龄不能比我大,但也不能是20岁,而她目前还没有对二人的关系做出回应。 歌手哈琳从2009年离婚至今已经6年,始终没有对象,最近她被拍到和民视女主播张嘉欣外出,举止亲密,并密窝爱潮一夜。 看得出关系已经升华到下一个阶段。 据台湾媒体报道,现年54岁的哈琳22日下午录完中国好声音返台,一到住处就在家和工作室来来回回好几趟,手上拎着大包小包回家。 直到晚间9点半,她独自驾车出门,在民视大楼前停下来,一名短发女子冲进车内,直到二人开车回到工作室。 一出车门,女生的脸蛋才曝光,竟是40岁的民视英语主播张嘉欣。 接着,哈琳走在前方,刻意和张嘉欣装不熟,走在前方东看看西看看,二人先后走入工作室,一同度过漫漫长夜,直到隔天中午11点才一起出门。 小两口的衣服没换,气氛和昨晚完全不同,在走往车子的路上微微肩并肩,女方低头露出娇羞甜笑,最后她亲自开车载对方回家。 事实上,哈琳2014年因心病,祝愿开刀,当时前妻易能静就在微博爆料,我们彼此都有在意的对象,之后文章就被删除。 但口风很紧的她,7月上SS小燕之夜节目时否认有女友,还公开自定交友年限直到55岁,喜欢的对象条件简单,年龄不能比我大,但也不能是20岁,而她目前还没有对二人的关系做出回应。